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呢 咱们继续打勇者斗龙建造者第107 上一期呢 咱们做出了大仓库 就是我脚蝶踩的这个啊 今天呢 咱们继续探索第一个岛啊 不过在此之前呢 我先把我的著名简单的这个 follow一下啊 我把它登录一下 不是follow 是登录一下啊 否则它好像就要消失是吧 这是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留言 我在这儿表示感谢 这样的话 咱们登录一下之后呢 它就不会消失了 接下来 我想咱们上次打了很多铁嘛 这次呢 咱们先做点铁剑 做点铁甲和铁盾啊 我看看啊 应该是在下面才对 咱现在这把小木棍真的是不行啊 我看看啊 不对 这是石剑 这不是铁剑 铁剑还是在这个练铁锣啊 我看一下啊 咱有铁块了 没问题 应该能做铁剑 应该能做钢剑吧 没有钢剑 只有铁剑 它有大锤 那咱们先来个大锤吧 咱们一般开矿主要是用这铁大锤啊 不过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前两天倒是研究了一下啊 好像那个开矿是用这个木稿是吧 木稿石稿 这里面这个建造者里面没有稿的概念啊 就是剑锤 简单了很多啊 而且好像这个我的世界里面还有这个红石的概念啊 我不太知道啊 不过有人说用这个红石好像还开发出一个游戏什么的啊 在这个我的世界里面 诶 等会儿啊 我这铠甲做不了 没有毛皮和这个绳子 啊 我看这个盾啊 盾呢需要铁块 那咱们再生产个铁块啊 啊 咱们记这事啊 铠甲需要毛皮和绳子 啊 咱刚刚应该打点那个大锤就对了啊 咱们可以获得毛皮 然后踩点这个树藤的话 咱们就可以获得绳子 嗯 咱们先来铁块吧 咱们这次多绳上点啊 嗯 我计划是这样啊 今天咱们这一期呢 嗯 多生产点武器 然后呢 咱们清一下第一张图啊 把第一张图的妖怪清一清啊 好像里面有个boss 嗯 我去看看到底是有什么boss啊 嗯 这个铠甲还是不行 那算了吧 我再来几把剑啊 好 咱们再来把大锤 OK 然后我把它装备起来啊 现在咱还是应该拿着木棍了还是啊 那这木棍我先给它去掉啊 哈子死 OK 然后我把它扔掉啊 这东西没有用 接下来我看啊 咱们把这个盾先装备上啊 然后再装备上咱们的大锤铁剑 OK OK 哎 等会儿这不行呢 啊 这个木棍我还装备着呢 我先把它去掉 然后呢 咱们装上咱们的铁锤 OK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万事俱备 旧欠清徒 哎 我那个朋友他怎么在水里待着 哎 这个家伙啊 干嘛呢 啊 钓鱼呢 哎 对 稍等 我肚子饿了 我得吃点东西啊 啊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咱们吃完东西之后啊 我想把我这些工作台都带着啊 嗯 咱们放在家没有意义啊 咱们带到这个外面去 咱们随时就使用了啊 好 我把它们都打掉啊 还有这个铁路 咱也把它打掉 OK 接下来咱们正式出发啊 嗯 这次是绝不再回头 咱们清徒去啊 呵呵 也不是清徒啊 哎 上当我试试啊 好像按这个R1可以走得慢啊 那是按这个R1呢 啊 是抬头走 啊 这我第一次试出来啊 啊 好 那么咱们赶紧进入第一张图啊 哎 咱们不是清徒啊 咱只是打boss啊 咱们不是去扫荡啊 三光政策这事咱不干啊 好 我看看啊 啊 还是建造者的这个画面好看啊 比那我的世界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对了 说到这个我的世界的话 我前两天打了一次这个PS4版本的我的世界 它里面有一个教学模式啊 嗯 OK 咱往前走没问题 在那个教学模式里面呢 嗯 我简单的打了一会儿 哎呀 我头晕目眩的 我都想吐 哎呀 这画面也差 而且这个转的画面也晕啊 而且呢 它还是这个 和这个建造者这个使用方法是反着的 上下左右都是反着的 哎呀 我看来以后我 能不能打我的世界还不好说啊 我故意得试用一段时间啊 嗯 我打了三十分钟吧 结果我这颈椎病都快犯了啊 这我的世界太晕 真的是太晕啊 哦 这几个树枝我收他一收啊 哎 青油老追着我啊 那个Slime 嗯 咱留他一命 咱们不是奔他来的啊 咱是奔那个大家伙来的啊 我看啊 嗯 应该是走到这个小岛的尽头才对啊 好 咱们继续前进 哎 我上次好像是从这个地方进过一个山洞是吧 嗯 是哪里 哎 哎 稍等啊 这儿好像有这个树藤 还有大锤怪 哦 那咱先收一大锤怪吧 咱一会儿好做铠甲啊 啊 太好了 平时有时不用这东西的话 好像经常不会注意到树藤这个概念啊 好 正好这个大锤怪给我送皮毛来了 送毛皮来了 咱们一会儿取他的毛皮啊 太残忍了 取他的毛皮 OK 咱们树藤应该是差不多了 嗯 一会儿我再打点 咱们先拦着毛皮 哎 对了 这个铠甲需要几个毛皮来着 哎 我没看啊 哎 对了 刚刚的铠甲需要几个毛皮来着 嗯 树藤肯定是够 这个肯定没问题 一会儿咱看到大锤怪 咱再打俩毛皮啊 然后我从这儿爬上去啊 好像咱们上次是直行 然后进了山洞啊 这次呢 咱们从这儿往上爬啊 咱们爬完之后 应该是右拐一下是吧 右拐一下看看 有一个半岛有什么东西啊 咱们赶紧马上走啊 要是我的世界能够这个画面 那我肯定玩啊 这都不用说啊 嗯 无奈 那个画面简直 我看完这我满脑都是马赛克 嗯 呵呵 当然是玩我的世界满脑都是马赛克 赶紧把这个杀掉 这怎么还有骷髅啊 这个DG 哎 稍等啊 OK OK 好 我看看 咱们还应该是再往前走一点啊 咱绕一下啊 哎 这是什么东西 我看啊 毛豆 哎 大妈妈 太好了 我就爱吃毛豆 哎 等一下 这有大锤 咱们再收点毛皮啊 看到大锤了赶紧收点 这下话咱做铠甲应该是够了啊 如果可能的话 我还想做两身呢 呵呵呵 嗯 做两身 OK 好 咱们一锤打倒三个啊 咱们赶紧收这大锤 感觉好像这个就是第一句难度啊 还不是很难 嗯 天色一晚 但是大家请注意啊 这个自由模式的黑天吧 不像这种故事模式这么黑啊 所以呢 咱们还看得清 没有问题啊 嗯 我觉得 要是故事模式里 这个亮度就好了 这是什么东西 小麦 啊 咱们可以做面包了就说啊 哇 太好了 好像在我的世界里面 这个小麦是自己种是吧 嗯 您别说 我还真的研究过我的世界 因为我想是不是 在做起我的世界呢 嗯 不过 哎呀 研究是研究了啊 结果的话 嗯 头晕不眩 哎 不知道您玩这个 这个游戏是不是也作为目眩呢 还是我就是颈椎不好的 呵呵 不知道啊 反正我 哎呀 晕得我够呛 像这种 嗯 三D 也比较二D或三D 这种感觉吧 哎 我就觉得这个建造者好一些啊 像玩那个CS 哎 我也有玩眼韵啊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应该是跟颈椎有关系啊 啊 咱们不说啊 咱们赶紧采蘑菇 然后再往前走 前面好像有一个要塞啊 等会咱看一下去啊 啊 这收到了一块破布 看来我打倒了一个骷髅啊 我看啊 哎 这就到尽头了吗 哎 我记得说 不是有这个 炸弹石吗 哎 稍等啊 我看一下啊 难道说我走错了 OK 咱们再往前走啊 哎 前面有宝箱 我看一下啊 这有宝箱 哇 有两个敌人啊 稍等啊 有三个敌人 咱把他们干掉啊 我把这箭拿出来 OK 还好还好 这敌人的箱子比较简单啊 亏了咱造铁箭啊 咱们来这个码斗戏啊 我倒是 OK 宝箱打开 看看什么东西哦 哎呀 我叫药草 哎呀 我叫药草干什么呀 他就没点什么好东西了吗 哎 这有桃子 这桃子还收掉 这个小幽灵马上打掉啊 前两天刚在这个 大游行 怪物大游行里面见过他啊 他这回就跑到建造者里面来了 好 那咱们 稍等啊 这有个山洞 哇 那我探在山洞 哦 这还有个山洞 咱探探去 看有什么东西啊 老规矩啊 还是一路向左啊 这什么都没有 那咱们往这方向走啊 这天上倒是都是铜啊 哇 这都是石山洞啊 是个死的 啊 是个死山洞 哇 哇 哇 这不是死山的 这怎么会有妖怪呢 还有 我的天 吓死了 我说怎么死的 什么都没有呢 就给我来个妖怪啊 这还有个妖怪 我的天 吓死了 赶紧赶紧把它收掉 把它收拾掉 太可恶了啊 咱们出来了 那算了吧 看来这个山洞里面 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才能查出了两个骷髅 那么咱们接着爬山赶紧过去啊 看来我刚才拐没了啊 那应该从前面拐 本该从这儿又拐啊 应该是前面又拐 前面应该是有这个炸弹石 咱们去取点炸弹石 咱们做炸弹 我看 好咱们继续向前 应该是没错 应该是那片山脉 那个山上好像还有这个 白银还是什么矿物质 这咱们去看看 有那矿物质的话 可以做那魔法大炮应该是吧 有了可能性 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我左边这是个什么地方 好像是个小屋是吧 我看 里面还有火呢 那咱们赶紧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看来还住人吗 我看这门在哪呢 这难不成是个大锤长老住的地方吗 说不定啊 我看啊 没门 那咱们直接砸墙了 正好烧上这个骷髅 OK 里面好像就一个实时工作台 这来骷髅把它也烧掉 OK 没有人住 那我把这两个篝火带走 好 然后我看一下 咱们应该是这个方向没有错 往这个西北的方向 大锤怪不要它了 大锤怪还是朋友 当初大锤长老对咱不薄 好 咱们应该从这个小山谷绕过去 下面还有个地道 咱们上次已经去过了 我看看 这个地方应该是咱们上次来的方向 咱们应该是向右走 没有错 好 那么咱们向右拐 把这个石头把它收掉 OK 哇 是这么高 好 咱们再来 我再看点地图 应该是过沙漠 然后呢 再往前走就对了 好 咱们继续前进 这几个小麦 我把它收掉吧 这几个小麦的话 咱们回头拿它做面包 但是它长的地儿太危险了 它长在悬崖上 那么好容易掉到河里去 好 这个小麦咱也把它收掉 虽然长在悬崖上 哎 我怎么掉下去了 咱们再来啊 好 还差一根 那个咱就不要了 那个容易掉下去 风险比较高 然后我看看 这就有点奇怪啊 它是在这个石山和沙漠中间 这么个小山坡 啊 它有铁啊 我说这有点奇怪吗 它在石山跟沙漠之间 这几个俩真讨厌啊 它来干什么 我再看一下啊 哦 这有一个地道 咱们先下地道啊 这地道好像咱们上次没来过啊 我看一下啊 啊 这应该都是铁 然后我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铜 再接下来 这地上也都是铁啊 咱们稍微敲一敲啊 不过咱们现在铁的数量应该是够了 哇 这么多铁呢 都捡不完啊 好 那么咱们先捡到这儿 咱们再往里面探探山洞啊 前面应该是个出口吗 看这个山洞还算是比较浅啊 这个铁咱们把它收掉啊 哎 这有一个小的花园是吧 我看上去啊 但是这是到哪了 哇 这个魔物先收一下啊 好 然后呢 我看地图 咱们现在应该是啊 应该是往前走 我知道了 前面应该是那个有炸弹石的地方 但是下面这有有宝箱是吧 啊 那稍等 我先来这宝箱啊 啊 亏了看地图啊 原来在地图上还能够看到宝箱啊 那咱们赶紧原路返回 哇 全是铁啊 嗯 OK OK 咱们看着宝箱有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石块 石墙 他给我这干什么 这没用啊 咱现在又不防守什么这个 石头巨人 啊 咱应该是一直走 然后呢 向右拐啊 哎 要是有这个超激突车就好了啊 咱们开车去 现在咱光是平腿啊 现在是啊 嗯 不过也好啊 咱们就当减肥 哎 这有一个骑士 先把骑士拿掉 啊 稍等 我挑出这个剑了 咱把骑士先拿掉啊 我看他给我掉了什么东西啊 OK OK 他晕了 再来两刀啊 哎 我总 总感觉我这个剑的威力不是很大呢 啊 看来是铁剑啊 我得需要钢剑 我挑不上啊 上头 那仙长挡着我呢 我挑不上来啊 啊 我看这边应该是没什么了 那么咱们应该是朝 嗯 北前进啊 嗯 前面是北 咱们朝北走啊 哎 远处的山上好像有什么特殊的矿物啊 啊 一会儿咱拿大锤开采一下啊 哎 这几个蝎子我先给他收掉啊 这蝎子应该有掉落财 对啊 咱们来啊 我再试这个剑正好 36 还可以啊 这把剑 我刚刚怎么打的 其实好像下血下不多啊 OK 咱们再来一刀啊 还是说我的回旋斩为力大啊 哎 不说了 咱开这矿啊 不过看这样子 好像我的铁大锤那么好 开不开这个矿 我试一下啊 OK 咱们试一下啊 哇 果然开不动 嗯 看来咱们得弄把金大锤啊 不是金大锤 弄把魔法大锤才行啊 啊 这个小兔子不管了 兔子还给我掉肉啊 啊 这是那个炸弹石 咱们收炸弹石啊 怎么来了 哎 这击米拉真讨厌 稍等啊 我吃个生命的果实啊 OK 咱们再来啊 哎 我怎么这把剑打击米拉 下这么点血啊 啊 可能我这把剑有点弱啊 哎呀 这击米拉真讨厌 哎呀 不打了不打了 击米拉跟这炸弹石 这炸弹石好像也不好打啊 根本不掉血啊 我再试一下啊 哎 怎么会不掉血呢 我这可是铁剑呢 再来啊 不行 根本打不动 根本打不动啊 好 咱们再来啊 偷爆炸 咱们再来 不行不行 根本打不动 一会儿把我炸死了 哇 哎呀 这怎么办 咱这把剑打不了炸弹石啊 我过一会儿的boss咱可能也不好打 我试试啊 如果不行的话 哎 但是 我还没有铠甲呢 我还得做一身铠甲 就是说啊 嗯 这事咱记着 嗯 一会儿咱们再回家做铠甲 哎 稍等 天上什么东西啊 哎 天上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啊 那咱们从这上去看一眼吧 我拿这锤子 我这是开一条路啊 哎 天上难道是什么东西呢 他怎么会在那突然间多个装块呢 这肯定有什么说法啊 我就是上去啊 咱们看一下 这铁大锤就是铁大锤啊 感觉效果是真的不错啊 好 咱们继续往上爬哦 这我不想搭几个装块算了啊 咱们敲锤太慢啊 咱们搭装块快哦 好 这我把它敲定 OK 咱们上来了 接下来我看看那上上是什么东西啊 啊 是个宝箱 啊 差点看漏了 太好了 那咱们搭桥过去啊 这种摆放这个装块的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啊 希望我的世界也有这样的功能哦 咱们打开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种特殊的矿物质啊 就是这个山上咱们开采不到的这个矿物质啊 咱们原来在宝箱里面可以获得 但是咱应该是打完炸弹时去开采才对啊 哎 稍等我看啊 我这 左边这什么东西啊 这应该是这个boss的地方对吧 我明白了 咱们去这打boss啊 啊 看来咱们是打这个boss OK 我知道了 然后我看啊 稍等 前面好像还有个宝箱啊 那咱们再来前面这个宝箱 咱们把宝箱拿完之后 咱们再去打boss啊 不过我这把剑能打boss吗 我不知道啊 咱们尝试一下啊 哎 这我得摆正了 好像这个砖块有点歪啊 咱们再来OKOK 现在行了 咱们赶紧前进 哇 这谁在后面放冷剑呢 又是那个小妖怪啊 那个小幽灵 我的天 他一放冷剑我就掉下去了啊 这太危险了 哦 是KIMELA 他还过来了 我的天哪 这是炸弹石 太好了 咱赶紧跑啊 哇 哎呀 这个KIMELA是真讨厌 哎呀 落井下石吗 他这不是 哎呀 我就怕摔下去 他就让我摔下去啊 咱们赶紧再上去 这谁向我吐火呢 这是啊 OK 咱们算是出来了 我再看看地图啊 啊 远处山脉 咱肯定是去不了 这边的话 咱就不用走了 咱们绕了一圈 等于从天上绕一圈啊 好 那么咱们直接去BOSS那 咱们还得下去啊 那稍等 咱们再下去 哇 OK 哎 不过稍等啊 这上面应该是白银是吧 这应该不是铁 这应该是白银 那我猜着白银啊 咱们现在还没有白银呢 哇 那太好了 咱们那儿白银啊 但是白银能干什么呢 白银的话能做圣水 不对 他做不了圣水啊 咱们先开采吧 哇 这个白银肯定有用啊 咱们做装饰品 不也用银吗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应该是到了BOSS时间 不过我再试试这个炸弹石啊 哇 我看他真不行了 哇 他打我 这费血挺多 我打他不掉血啊 稍等啊 我吃个生命的果实 OK 哇 Kimella 你就别在这添乱了 哎呀 咱躲开他们啊 咱们直接去打BOSS啊 就咱这样子还打BOSS 呵呵 这自不量力啊 现在是连个炸弹石都打不过啊 哎 稍等啊 我吃点东西啊 肚子有点饿了 咱们吃完东西之后 咱们准备去打BOSS 咱们躲开那个炸弹石啊 我看这BOSS应该是在这儿吧 哇 这不是那个石头人吗 这我打他一下行吗 能打动吗 这没那个 哇 他前后夹击我 我试试啊 才掉一 不行了不行了 看来咱们打不了了 咱们得做这个魔法之遇 用那个炸弹炸的才行啊 哎 稍等 他过不来吗 哎 过不来那我再试试啊 也许咱这这个死角能打到他 还说不定啊 啊 他果然过不来 那OK了 哇 他拳头能过来 啊 看来咱是打不了才对啊 啊 我再试试这个大锤啊 哇 稍等啊 我再吃一颗血啊 我的个娘 这受不了了 哎呀 这个炸弹石怎么这么难打呢 根本敲不动啊 这个啊 算了吧 算了吧 哇 那接下来的话 不行 咱们先回小镇吧 我得做身铠甲 咱们没有铠甲的话 好像打他们是有点困难啊 稍等 我现在用KIMIRA之遇 咱们赶紧回小镇 好 咱们回小镇 咱们赶紧做铠甲啊 哎 我的工作台呢 啊 我工作台我呆着呢 哎 这有一个红油啊 这是咱新朋友吗 我对话啊 新的妖怪 住到咱们小岛上 哦 热烈幻影啊 那咱们赶紧把它登记上去啊 咱们别让它走了 嗯 slime base 好 咱们把它登录上去 OK 这样它就走不了了 那么好 那么我把这个工作台调出来 咱们赶紧做这个铠甲啊 魔法之遇还做不了啊 诶 不在这儿 那个铁的铠甲 应该是在那个炼铁炉 是吧 稍等啊 不是这个 咱们做炼铁炉 OK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啊 咱应该是铁块充足 诶 怎么还做不了 啊 需要绳子 啊 那咱们再来绳子啊 还挺麻烦啊 咱们还得需要绳子 才能做衣服嘛 对不对 这说得过去啊 我看啊 这儿呢 咱们做十条绳子 OK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生产铠甲了 这铠甲难道拿绳子捆吗 它不拿铁丝吗 好 咱们再 咱们做两个铠甲啊 咱们再多做一身 好 咱们再来一身 OK 接下来 我想咱们不行 再做 魔法之遇 哎 魔法之遇不在这 我看啊 哦 在这个地方 那么咱们再做魔法之遇啊 OK 有了这个魔法之遇的话 咱们再打那个石头人 应该是就很轻松啊 不在话下 三个魔法之遇 把它搞定 稍等 我看这个奇米卡之遇 奇米卡之遇还差一个 那回来说吧 咱们接着做魔法之遇啊 好 咱们再来最后一个 最后五个啊 这样的话 咱们不仅打石头人 咱们还可以开矿啊 好 我把工作台收掉 然后呢 咱们马上去冒险啊 咱们再挑战一次 啊 稍等 我把我的铠甲装备上啊 差点给忘了哈 好 咱们把它装备上 这样发现是问题不大啊 OK 看起来防御力呢 增加了很多 但是攻击力还是不行啊 我这把铁剑看来不行 咱们得要钢剑 咱当初怎么做的钢块来着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炼铁炉 还要经过一次升级才行啊 回头我再看一下啊 咱们进入啊 好像是炼铁炉 还要再进入一次升级 就能够生产钢块 应该是啊 不过我再劝一下吧 稍等啊 我把我的炼铁炉调出来 我看看现在是不是 真的不能生产钢块啊 我记得没这么麻烦才对啊 这素材我把它收回去 好 我现在看看啊 应该能生产钢块吗 不应该 这不同块铁块吗 下面没有了 下面还真就没有了 看来咱们这个炉子 应该经过一次升级才行啊 我记这事啊 咱们再生产一个纯铁炉 炼钢炉 这个图我看一下啊 咱们能从这山过去吗 不行 那边是海 那咱们还得按原路前进啊 并没有捷径可走啊 对了 这个游戏往地下挖 会挖出什么来呢 因为我的世界好像往地下能挖七层 是吧 这个游戏的话 这游戏我挖过 我在打那个冰烟魔人 熔烟魔人的时候 好像挖到四层就不能再挖了 看来他做的比我的世界的这个 open性 就是这个开放性 还稍微差一些啊 因为我的世界一直能扒到岩浆嘛 对不对 这么说 可玩性上可能我的世界好一些 但是在人物设计上呢 那建造者呢是完胜啊 我认为建造者呢是完胜 不过我的世界可能可玩性更多 但是他画面如果做的更好的话 他哪怕卖的贵点都行呢 因为现在在日本的这个 PS4的这个 PlayStation Store上面 他卖3000 卖2500日元 这个我的世界啊 不加皮肤 和人民币100块钱出头 我就说呢 你如果你把它变成 比如变成这个3000多 4000多 然后你把这个皮肤什么的 纹理做的好一些 你卖的贵一些 这得挺有可原啊 只有他做的那么差 卖的还那么便宜 可能是这个公司定位不同吧 因为现在他不已经是 被这个微软收高了吗 对不对 我看啊 我别说了说了 又走刚才的那条路上去了啊 不过等我把这个建造者 自由模式做完的话 我想呢 可能会挑战一下我的世界 试试看啊 在我能接受他的前提下 主要是他的画面 可玩性我没有说了 我认为我的世界肯定是非常好 主要是在这个画面上 其实这个就跟找对象一样啊 谁不想找一个心理善良 而且长得还好的呢 同理同理啊 好 咱们不说了 咱们赶紧再找那个石块去啊 这次咱们带炸弹来了 应该是不在话下 轻松拿下哦 哦 这条路应该是刚刚咱们来过的路 咱们在这还开了点铁呢 然后咱们从这还跳下去过 今天咱就不跳了 咱们越过这个沙漠啊 但是远方好像还有地图啊 这图看起来还真的就是不小 我跟您说 咱们 咱们应该是来的这儿吧 刚刚 不过咱这回我不准备跳了 咱们从上面越过去啊 这个图其实要玩的话 我估计可玩性应该还算不小啊 看起来很大 但是没有著名哈 没有情节 我不知道我的世界 大家在没有情节的前提下 怎么玩下去的呢 您看我玩这个建造者自由模式 我还给自己编点情节呢 比如说这个收集生命果实 比如说做大仓库 比如说咱们 这个讨伐第一张图的这个boss 怎么着都有一个可干的事吧 我的世界他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可能有他的玩法吧 可能打这个影墨龙是吧 我不知道 等我有时间我再研究一下他吧 咱们先打建造者哦 这个骷髅咱不管他 咱们把他躲过去 对了稍等啊 我把我的这个炸弹挑出来啊 那个魔法之欲 在这呢 咱们把他拿出来 然后咱们不但炸这个石头人 咱们还准备开开矿啊 好 咱们继续前进啊 咱们有这个炸弹人 咱可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看看 怎么看不到那个爆炸石了 在这呢 他睡了 太好了 那咱不理他 他睡了 咱在边上摆一个炸弹完了 咱不能干坏事啊 他睡了咱们不去打扰他哦 咱们应该是翻过这座山 往左一拐 应该就到了才对啊 如果我没记错路的话 不对 我记错了 应该还得再往左拐啊 看来真的是挺远啊 应该就在前面 OKOK 应该是在这了 那么咱们准备战斗啊 咱们应该是当初 我打第一张的时候 是用三个炸弹石 魔法之余 炸掉的那个boss啊 咱们试试啊 我来他一个先 哇 没打到他 那咱们再来个啊 OK 哇 一个炸弹石就炸掉了 哇 那太好了 那咱们接着开矿啊 这些个矿石应该也不错 好 咱们再来啊 OK 咱用这个炸弹 炸掉那个小妖怪 哇 实在不好意思啊 你死得太惨了 这个小妖怪啊 好 这个箱子 看什么东西啊 这给了我个银块吗 给了我个钢块 咱能做钢剑了 那太好了 还给了我个钢块 咱们接着炸矿啊 这一会儿我也摆一个 这矿也不少呢 不过这个矿能做什么来着 能做超激突车吗 不对不对 超激突车应该是用那种魔法物质嘛 那他能干什么呢 我还真忘了 能生产魔法大锤 应该也不是他啊 我回头看看吧 什么东西需要这个 奥利哈罗孔啊 好 那么咱们完成任务之后 咱们回小镇咯 那么咱们第一张图 就算是胜利完成 好 咱们赶紧回小镇哦 我想想 应该没有死角了吧 一个是那个魔道士 一个是石头人 咱那个两个宝箱都拿到了 OK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呢会持续更新我的建造者自由模式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小镇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